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耳朵后方装了监视器 谁要乱跑就炸谁 就这样统治了一千多天 真想弱弱地问一下 有没有WiFi 又是某天 男主角跟他的大屁孩朋友 和大屁孩朋友他妹 还有一个天才小屁孩 一群人修理店 意外发现 只要一直电自己 就可以让监控器长时间是小 也是丧心病狂呀 于是男主角决定 去找他失踪的老爹 他们的第一步 居然是去便利店 喝不知道过心美的可乐 还意外捡到一张纸 上面说 学校有被抓走的人的线索 于是主角一群人 出发前往学校 果然发现了人类叛徒的基地 很随便地调查了一下之后 却被抓了 人类叛徒的娘炮蝴蝶结老大 抓了小屁孩他爸 威胁主角一群人说出 为什么可以摧毁监视器 大家当然死都不说 结果叛徒老大 就用一种机器人 扫描了一下大屁孩他爸 大屁孩他爸就挂了 此时刚刚没有被抓的天才小屁孩 随便地就做出了 迷你版火箭筒器来救人 还很夸张地把学校也炸掉了 然后大家就顺利逃走了 路上又遇到一群好亲人类 告诉他们森林中 好像有些线索 于是主角一群人 又前往森林 路上遭遇机器人攻击时 男主角神奇地发现 他是地球人中唯一一个 可以用监视器 反过来控制机器人的男人 其他人类都是智障 只有我是天才 此时男主角他妈也被抓走 男主角带着机器人 跑回了救妈妈 找到男主角他妈后 一群人继续前往森林 发现一大堆有写字的石头 还发现一台战斗机 此时忽然出现一个野生小男孩 大吓吹了上去 然后就发现了 一群同样也破解了 监视器的人类 男主角他爸也在里面 他们躲在山上盖的 一个秘密基地 此时一个看起来很智障的 小矮子机器人老大 带着机器人大军和叛徒老大 发现了这个秘密基地 并且攻了过来 逼大家交出男主角 打算研究机器人 到底是怎么被控制的 但男主角早就预料到这一点 偷偷跑掉了 还很随便地控制一台 超大的机器人战舰来救大家 机器人老大心理清楚 想要一统天下 一定要邀请男主角加入 男主角当然不愿意 还尝试控制机器人老大 此时飞机一个不晚 机器人老大就这样摔死了 而且男主角的大屁孩朋友 竟然还随便地就开战斗机 打败了一些机器人 接着男主角用机器人战舰 撞烂了机器人的小基地 然后控制机器人干掉叛徒老大 并且跑去捡了机器人老大 再反向入侵他们的网络 让所有的机器人都自爆掉了 此时男主角还因为 用脑过度昏迷了一下 男主角的大屁孩朋友 他妹还很随便地亲了一下男主角 从此地球与人类就和平了 大家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